民視新聞官網及民視新聞臉書粉絲團 回到節目現場 國民黨明日在要選議 這個競評議員會不會很緊張 這個明天的結果 因為剛才大家來賓們在討論 不管以後開票怎麼樣 張亞中真的都是這一次的大贏家 議員怎麼看 不會 我不會緊張 其實還好啦 真的平常心面對看待 誰當黨主席 其實都一樣 國民黨不是一個黨主席 就能夠改變整個國民黨 我自己曾經進入過 那個決策權力核心 我才知道國民黨有整個結構性 重組的問題 這一次一次爆發出來嗎 這次是張亞中的確是 有人形容他像藍營的唐吉柯德 不管當選或不當選 那他的論述 他的想法 未來都會在國民黨內形成一股聲音 而那個聲音的力量很吊詭 其實這次會很多支持張亞中的 張亞中剛剛我們看那個 我們民視做的新聞訪問 四個候選人都講一下 對於韓國瑜的這個角色和影響力 對 張亞中算是講得比較中性的 其實都跟韓國瑜認識 也都不可能說四個都不熟 誰熟什麼 那沒有意義 那朱立倫旁邊有很多韓國瑜的人在幫他 就是像李四川 陳雄文 都是韓國瑜的高雄市長 還沒被罷免之前的副市長 這也無庸置疑 那江啟成其實旁邊也有一個 很明顯的顯著的標題 鄭照星 就是韓國瑜的發言人新聞處長 所以這個都有 但是你說跟韓國瑜的關係 怎麼樣 所以張亞中講得沒錯 韓國瑜如果真的要參與 要介入要挺誰的話 他就不需要跑到美國 中秋節的時候發一個法量很少的頭 跟月亮放在一起的照片放在臉書上 然後告訴大家我在美國藍天白雲 還有綠海什麼什麼的 那些就好像我不想碰的意思 就說你們不要再打給我 你們不要再賴我 你們不要再跟我聯絡 諸如此類 這是我自己設計OS 所以我才會說韓國瑜想要避開他們 才會選擇用這種方式 那也的確 我接觸到張亞中的支持者當中 有不少這個支持韓國瑜的 對於張亞中有一種轉移的效果 我覺得張亞中是他們可以 像當初死心塌力的追隨 支持韓國瑜要支持張亞中 那只是像我就像我剛剛講的 國民黨就很拉鋸吊詭 在於說有一群這樣一個支持張亞中的 或者是認同他的 因為張亞中不看稿 他就可以掏刀不絕 以前他是學者出身 張教授 教授出來他的論述會讓國民黨 有一股深藍長期的那種支持者 會有怨氣 覺得你就是國民黨 沒有種然後如何如何 就是老是被牽著走 然後就這樣 所以才會把這個投射在張亞中的 這個情緒上 但是這一股力量又不足以當選 這是國民黨最大的問題 我們就等著看到你明天結果是怎麼樣 不過也要請教冠廷 其實我們討論國民黨的選舉 其實也好幾天了 讓我比較意外的是 張亞中的論調 居然在國民黨裡面 居然還有這麼高的票房 請教冠廷 我們這次可以看到張亞中 他是由下而上的力量 以政治實力來講 朱立倫 江啟成都比他豐富 但是你看到基層的這樣子的民意 其實是有反映在這一次 焦灼的選戰當中 是 是 那我覺得背後還是回到一個 一開始選戰策略上面 張亞中成功地得到了不滿意 江啟成的領導 也對於朱立倫過去的 對於國民黨的所作所為 不滿意的一群支持者 那這個其實我之前有稍微提過 但我今天還是花點時間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是關鍵 朱立倫跟江啟成 其實他們的民調 並沒有因為張亞中的出現 而掉很多 他們都是小幅度的下降 是 可是張亞中是憑空的自己 多出了這些支持者 本來有大概三四成 不表態的國民黨的支持者 或國民黨的黨員 因為張亞中的論述 至少勇於把兩岸 關係講清楚 勇敢去講一些 過去想要選黨主席的人 不敢講的事情 所以國民黨 確實有一群深藍 而且對於整個中國 有一種希望 然後對於三民主義 有一種緬懷 他們在張亞中身上 看到這個投射 那這個投射出現之後 他就成功地替自己 創造了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是朱立倫跟江啟成 在選戰後期 花多大的力氣 都無法得到 那現在最後只剩一個 就是去努力的講說 我跟韓國瑜有關係 看多少讓他們揮龍一下 但是這一件事情 張亞中已經立於不敗之一 所以 不過他跑到這麼久 不要玩了 沒有什麼 法國會每天要出 三千萬個法國常會 三千萬人 疫苗等於說 疫苗出320個 真的喔 真的耶 這樣嘛 這樣就是我們的台灣校